永恒之门 第1101章 好巧的三个人 作者 六界三道 Dewin 这样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脆 赵云进了永恒界 捣蛋鬼却不知哪根呢 如似撞在了钢板上 整个人都不好了 捂着个脑门在原地摇摇晃晃 满眼都是惊心 这就尴尬了 赵云心念一动 又出了永恒界 试验过了 字也明白了 他专属的永恒界 不能带活物进去 如今的导弹鬼 便是最好的证明 被永恒界的空间屏障 给挡了回来 你什么情况 导弹鬼疼得呲牙咧嘴 呀 我是梦游了吗 赵云一阵装傻冲愣 少忽悠我 你可知 永恒先体 有多少个仙脏 俺就听说过绝境 导弹鬼摇了摇头 摇头之后 他又神色的奇怪的 多看了赵云一眼 这货的血脉 不会是半岛出家的仙体吧 此一脉传承有多少仙脏 他竟然不知道 秀尔应该知道 赵云嘀咕着 仰头看向了星空 没有秀尔的日子 还真探娘的不习惯 赵子龙 莫的 突然员外呼唤声 听音色 该是江雨林那丫头 都别拦我 我要泡她 捣蛋鬼提了提小裤衩 马流跑去开门了 小姐姐 我 带开了门 这货又马流跑了回来 因为江雨林身后 还跟着一人 是个老家伙 身着一席素衣 针个先锋 道鼓气韵天成 一双老毛 深邃似囊天那地 妥妥的太虚敬 他 便是江家老祖 江雨林的爷爷 江问天 见过前辈 赵云拱手一礼 后生可畏啊 江问天温和一笑 毫无长辈的架子 而且 看赵云的眼神有点怪 像是在看孙女婿 听说 那日比武昭青 就是这小子 把他家的孙女给砸了 这算不算是天造的缘分 前辈过奖了 赵云笑了笑 咋不夸夸我嘞 导弹鬼都浓一声 他不开口还好 这般一说 江问天不由低了谋 上下的扫凉 这小东西有点意思 像一个没开话的孩子 但却是一个小机灵鬼 导弹鬼被看得浑身凉嗖嗖 颇有当场跑路的架势 简直 赵云忙慌解围 不知前辈深夜造访 所为何事 也没啥大事 就想给你 放点血 江雨林 嘿嘿一笑 赵云听得一阵扯嘴角 这话听着咋这般来气来 身侧的江问天 则一脸尴尬 自家的孙女 也太心之口快了 她这还没有做铺垫呢 不过也好 丫头不安事事 由她来说也挺好 爷爷要借你三滴血 给奶奶练一炉丹 江雨林又道 懂了 赵云瞬间明了 谁让她是永恒仙体呢 她的血脉 是能炼入丹药的 这点她早知道 在凡戒时 就经常有人给她放血 俺们不白药 好说 我 哟 这谁啊 不等赵云把话说完 便闻一声忧郁 话未落 便见一人走若小圆 白衣白发白胡须 仔细一瞅 竟是华仙真人 也不知是咋找到这小圆的 不请自来 至于她的话 自是对江问天说 看江问天的那个神色啊 也是邪的不能再邪 怎地哪都有你 江问天看华仙真人的眼神 貌似也不咋正常 寥寥一语 两个老家伙针锋相对 而小圆的气氛嘛 也顺势变得很诡异 你爷爷跟华仙真人有过简 导弹鬼 戳了戳江与灵 曾经是情敌 江与灵小声道 这还是头回听说 导弹鬼一声唏嘘 赵公子就好奇了 江与灵的奶奶 该有多漂亮 这多老辈轻木 前有南天真人 如今又是华仙真人 当年的情敌见面 自美好脸色 今夜 是一个大场面 说南天真人 还真就来了 你还活着呢 南天真人话中带刺 当年 就是这头猪 把他的梦中情人给拱了 江问天没答话 先瞥了一眼华仙真人 又斜了一眼南天真人 这俩可不是傻好鸟 当年剑天在学校门口堵着他儿子 见一回打一回 再让老夫见了 还揍他 华仙和南天真人 吕胡须的动作啊 那叫个奇整 因着撒不安分的老家伙 小元气氛变得更加压抑 江与林还好 怕是早已习惯了 赵云就有点照不住场子了 最耸的是捣蛋鬼 抱着赵公子的腿 死拽着不撒手 是所谓抱大腿 三位前辈 有话好好说 赵公子善善一笑 话中寓意也明显 三位实在闲得蛋疼的话 就去房檐上吹吹饭呗 若是闲不够凉爽 完全可以再出城约上一架 别说三人真就撤了气势 不过嘛 撒老家伙的脸一个比一个黑 前辈 你要的血 赵云明了三滴本源血 多谢了 江与林嬉嬉一笑 塞给了赵云一个除袋 赵公子自不客气 随谋还往里瞅了一眼 嗯 放满了鲜石 得有二十三万 除此 还有三颗金银剔透的丹药 出手就是大手笔 小有的血 老夫也想接三滴 话仙真人干咳一笑 还不怎么好意思 赵云听了 鬼使神差的 看向了南天真人 若是所料不差 这位也是来给他放血的吧 闲来无事 找小有对异一局 南天真人捋了捋胡须 好说 顺便 再借小有三滴血 南天真人一个大喘气 三五顺后 才补了后半句 咋办 想骂娘 赵云深吸了一口气 这仨真特么有情调啊 大半夜的不睡觉 都跑他这扯淡来了 他日若渡天节 要不要把这三位烧上乐呵乐呵 不白要 华仙真人一笑 俯首一部秘卷 他送的并非仙法 而是他对到的颇多感悟 南天真人也笑着拂袖 来给人放血 哪能空着手来 那是三颗魂心仙桃 真个芳香四意 都有 前辈会来事 赵云自也上道 又是六滴本源血 两个一人一份 小有若有空 来府上坐坐 江问天一笑 第一个迈开了脚步 爷爷 别急着走嘛 你奶奶还在床上等着我呢 这话有水平 伤害性不强 侮辱性极大 南天和画仙真人听了 老脸顿得黑如焦炭 江问天就乐呵了 此一语就是说给这俩听的 见两人脸发黑 真探娘的前所未有的叔叔 老子是属猪的 你俩行吗 气死你呀的 小有 告辞 南天真人和画仙真人颇有默契 也跟着出去了 捣蛋鬼分明瞧见 两人出门时 都拎出了一根铁棍 这仨老头儿 真有意思 赵云意味深长道 特别是江问天 为了气两个老乡好 啥都往外说 晓不晓得 在场还有三个小晚辈呢 南天成第一美女 江雨林她奶奶 长得确实漂亮 捣蛋鬼说着 从储物袋摸了一块记忆精 时 其内封存的画面 是一个女子在树下弹琴 目着皎洁月光 自带一种如梦似幻的意境 赵云也好奇地瞅了一眼 那的确是个风华绝代的美人 不过 江雨林的奶奶 看着咋这般的面熟来 无论从哪去扫梁 都跟御锦生的一模一样 嗯 也便是般若的师父 天宗羽化风筑 巧合 化身 赵云心中一番嘀咕 收拾了思绪 他才拿了华仙真人给的秘卷 不忘踏印一份 随手塞给了捣蛋鬼 这可是前辈 对大道仓物的奥义 可遇不可求的 两人都抱着一部秘卷 坐在了老树下 前辈的馈赠是造化 能悟出多少 全看个人 期间 赵云体魄曾有光滑闪烁 该是偶有所悟 又进阶修为 如今已是仙人第七重 看得捣蛋鬼一阵唏嘘 这或天赋未免太高了 赵云未惊喜 毛子却深邃了一分 许是因修为进阶 他觉察到自个的体内 有一种诡异的力量 带内是体魄 才堪破端倪 他原神竟有一道烙印 准确说那是咒印 哪来的咒印 他的南语 指他自个听得见 他调动了本源 包裹了那道咒印 字内秀出了一股熟悉之气 谁的气息呢 魏弘的气息 也便是说 此咒是南天少城主重的 真有你的 赵云冷笑 好似知道 问题出在哪 先前在桃花园门口 魏弘曾拍过他肩膀一下 这所谓的咒印 定是那时重入他体内的 看咒印的级别 竟还远超阴咒的暗黑魔咒 以免打草惊蛇 他没有破灭咒印 这笔账 他会找魏弘清算 给你看的好东西 正想时 导弹鬼戳了他一下 而且 这小货笑得 还有点猥琐 所谓好东西 乃一幅画卷 被他缓缓摊开 赵云本心不在焉 但瞧见这画卷后 顿得来了精神 这他娘的年货吧 动态版的年货 画质那个高清晰 且还自带音效 貌似 与看现场直播 没啥两样 要不咋说是仙剑 玩的就是花里胡哨啊 难怪花老道 不要他的年货 原来这才是正宗的 好看不 捣蛋鬼 嘿嘿一笑 小小年纪不学好 没收 赵公子义正言辞地骂了一句 还真就给人没收了 随手塞入了魔戒 有着好东西 你可不不早说 有事耽搁 今天一张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102章 仙雷 作者 六戒三道 夜里 赵云紧闭了房门 抱着年货研究的颇认真 以免有人进来叨扰 他还在房门外 挂上了一个闭关的牌子 千码屋子贴的都是遮掩的符咒 彻底与外界隔绝 是所谓闭关误导 你个扯淡玩意儿 捣蛋鬼出来过几趟 逢路过赵云房门时 眼神都格外的闲 那个叫赵子龙的妖孽啊 别看平时人母狗样 实则也是个性情中人 幸好 他这还有藏货 清晨 又有人造访 来者竟是魏红 接客了 捣蛋鬼一嗓子 嚎得那个响亮 话落便见赵云抹着鼻血出房门 道友进来可好 魏红轻摇着折扇笑道 还行 赵云瞬间细精附体 笑得灿烂 跟没事人似的 这若在城外 他可不会这般客客气气的 魏红也得最高级别的套餐 他演技真太精湛了 魏红愣是为起义 不知少城主造访所为何事 赵云笑着问道 来此御界道友三滴血 不负众望 魏红也来给人放血的 完事儿 他还补了一句 我不白要 说着 他身后老者 将一方玉盒 放在石桌上 玉盒中 放着一块乌黑的铁疙瘩 能见九颗星辰形态的密纹 排列刻画齐上 如若真的星辰 每一次犯着乌黑的鲜光 甚是奇异 九星玄铁 导弹鬼不由一声惊异 小辈好眼光 老者深沉地捋了捋胡须 九星你妹的玄铁 赵云心中则一声暗骂 他是有天眼的 更看过玄门天书 一眼便瞧出这是艳品 别以为刻九个星辰在上面 这就是货真价实的九星玄铁了 纵做工再高超 也难逃他分辨 我是不安事事的小仙 随便拿一块艳品 就能糊弄 这就是九星玄铁啊 赵云心知肚明 表面却演得贼入戏 看玉盒的眸光 无比的炙热 任谁瞧了 都以为这货是一个土包子 没见过啥世面 而且见前眼开 愣给老者和魏红虎的身性不疑 不知能否换得三滴血 老者悠悠道 魏兄张口 哪有不给支离 赵云一话恭维 倒也破为干脆 凝出了三滴本源血 看得魏红眸光异议 不愧是传说中的永恒仙体 果然是逆天血脉 纵是三滴血 也一样蕴含磅磅生灵力 许氏两人看得太入迷 俨然未察觉 赵云有一抹冷笑一闪而过 这是本源血不假 但他却加了一点佐料 魏红给他中了一道皱印 他哪能不理上往来 为了这个坑 他可是花了大力气的 魏红走了 凌出 门之前 还不忘回眸一看 满目的玩味戏虐 也满目的觊觎和贪婪 他真高看赵子龙了 被中了皱印 还浑然不知 得了赳品 还以为是宝贝 如此智商 哪配得上逆天的血脉 永恒仙体是我的 魏红笑中藏着脚侠 赵云的冷笑 就颇多寒意了 等着吧 早晚清算 要他血脉是需付出代价的 老大 星空正开了 莫得 赵云脑海响起了呼唤声 是分身的呼唤 早已在城中心守着 很好 赵云伴来精神 如风一般出了小缘 至于那块九星玄铁吗 则送给了导弹鬼 这怎么好意思啊 导弹鬼喜出望外 赵云赶到城中心时 那里已聚满了人影 都是来借星空阵的 许氏等的交集 也许是遇了糟心事 现场颇嘈杂 轻疑色的骂娘声 前辈 这什么情况 赵云看向了一老头 单向传送 老头打了个哈欠 随手拎了酒壶 赵云皱眉 又看向星空阵 所谓单向传送 应该是止境不出 也便是说 北极星往这边传送可以 但这边的 却不能往北极星传送 事实的确如此 星空阵时而有人影走出 老女老少皆有 其中不乏大神通者 多是拖家带口 而且形态狼狈 其中有八成以上 身上都染着鲜血 无论从哪看 都像是一群逃难的 鬼晓得两方大佬 是如何交涉的 怕是开着单向星空阵 北极星那边 给了南天城不少好处 哄 说话间 又有一人走出 是个光头满汉 赵云赢了上去 老哥 问你打听个事 说 光头满汉灌了一口酒 北极星的王家如何了 赵云 忙慌问道 北极星姓王的士族 有几千个 你问的哪一家 有长明灯的那家 没听过 光头满汉留下一语 转身离去 赵公子自不懈怠 没有人从星空阵出来 都会第一个迎上去 以免人手不够 他还化了分身 且手中或多或少 都拎着几十块鲜石 打听事儿嘛 总得给人点好处费 有钱 啥都好办 可遗憾的是 他堵了整整一天 也是打听了整整一天 到了 也没问出个所以然 没人知道长明灯 至于王家 姓王的多了去了 夜幕降临 星空阵缓缓闭合 哎 赵云一声叹息 转身离去 这一路 他不止一次的微眯双眸 因为暗中有不少人盯着他 或许是问失踪的人 也或许是卫红派来的 当然 也有可能是其他势力的 在城中不敢动手 只敢躲在暗处跟踪 巴不得他出城去 他不傻 他不会去城外溜达 谁让他是一脉永恒先体呢 且身怀俱赋 即便不是他的仇家 多半也有大把人想掳走他 而想将他扼杀摇篮的人 定也不在少数 还是城中安全 等着星空阵开启便好 嗡 正走时 突闻丹海一阵颤 是天雷再颤 与丹海窜来窜去 他这一系列的举动 很好地昭示了一番话 有雷电 身为他的主人 赵云自是听得懂 他默得定身 还看了一周 目光落在了街侧的杂货铺 因为看这个店铺时 天雷颤得异常猛烈 就这了 赵云踏入了店铺 入目 便见花花老道 趴在柜台上打瞌睡 老头儿 赵云上前 敲了敲柜台 花花老道抬头 见识赵云变贼来精神 麻溜从柜台跑了出来 这小子不只是个名人 还是个香伯伯 永恒仙体浑身上下都是宝啊 听说 你这有雷电麦 赵云笑道 自是有 花花老道瞬间站稳了一分 有模有样的扶了手 有一道赤色的雷电 自袖中飞出 雷电的撕裂的声响 刺啦刺啦的 此乃灵影真雷 出自九霄云外 孕育百年才得成形 多少钱 赵云眸光闪射 不卖 花花老道说着 又把雷电收了 赵云听了一阵脸黑 不卖你拿出来作甚 炫耀吗 可拿宝贝来换 花花老道一阵挤眉弄眼 譬如你的本元雪 绕了一大圈 元氏搁着等着他呢 不多半晚就好 花花老道呵呵一笑 花仙真人 蓝天真人和江家老祖 都没你这般狮子大张口 半晚 你当是白开水呢 赵云斜了一眼 本元雪可不比普通的雪 得提炼才行 丢那么一滴 都需很久才能补回来 更莫说半晚 你倒是还个价啊 就一滴 多了没有 小贝 没你这么砍价的 不卖算了 赵云扭头就要走 两滴 再送你一件宝贝 花花老道 忙慌拽住了赵云 宝贝 赵云来了兴趣 年轻人都喜欢 花花老道笑得贼微弱 先瞅了一眼四周 见没人才掏出了一部画卷 还摊开了半边 好吗 正儿八经的年货 超级清晰的那种 虽然只露半边 却看得赵云面红耳赤 咋样 还 还行 赵公子颇自觉 麻溜收入了魔剑 若月神还在 不知该有多欣慰 拿本元雪换年货 我人民币与信号警号 交钱 收获 买卖愉快的成交 来 出了店门 赵云便将灵影真雷 沉入了丹海 天雷灵志颇高 比谁都积极 第一时间与之相容 赵云是边走边内视丹海 灵影真雷症 一点一滴的被天雷同化 渐渐退去了赤色 蒙上了一层灿灿惊灰 融合的过程 出其的顺利 融合之后的天雷 雷微更纯粹 真就立地进阶了 蜕变成仙雷 哄 这一瞬 赵云身上有雷霆乍现 热闹的大街 都被吓得心里一咯噔 四方街有人侧眸看不来 见是赵子龙 都眸光一闪 自与凉秋一战后 得好些日子没见他了 这是被雷劈了吗 通体都雷息萦绕 轰鸣之声不绝于耳 赵云心无外物 指内是体魄 天雷蜕变 让他整个丹海都闪电飞舞 这是他的雷 雷电一招涅槃进阶 他这主人自然也跟着授意 瞧他丹海的仙力 都染了雷息 每一缕都潜藏雷微 皆是力量加成 老大 黄眼不 天雷又上下乱窜 黄眼 赵公子摸了摸下巴 金灿灿的雷电 能不黄眼吗 而最黄眼的 还是天雷现如今的灵智 出入仙雷便如此有人情话 来 赵大哥 龙渊剑窜了出来 滚蛋 天雷是个暴脾气 雷海汹涌 嘿 龙渊一个不爽 剑红横灌雷海 天雷貌似也不耸 雷光漫天飞舞 都不安分 俩或一言不合就开干 赵公子则看得一阵扯嘴角 你跑哪去了 赵云只顾看丹海 迎面了个熟人 正是江雨林 身后还跟着俩老头 有事 赵云这才从丹海收谋 奶奶请你去做客 江雨林黑黑一笑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103章 有耗子 作者 六介三道 好说 赵云自不拒绝 当即应允 前辈相邀 他这哪能不给脸呢 他也想去瞅瞅江雨林的奶奶 究竟是不是玉井本尊 还有 便是江家有宝贝 那是一颗顿甲天字 走了 别拽我呀 江雨林蹦蹦跳跳 还是个不安事事的小丫头 赵云紧随其后 这般一瞅 才发现 江雨林已非仙人第八重了 瞧着气韵和气息 貌似已是一尊玄仙 看样子 这些天他也没闲着 嗯 般配 身后两老头 不止一次的吕胡须 若这俩小家伙凑一顿 倒也不失为一桩美事 再来江家府邸 赵云腰板挺得笔直 特别是门口的侍卫 见了他都格外热情 有记得 这祸离开江家时 还只是一个小小准仙 这才多久 已是七重仙 如此妖孽 他年必是一方巨拨 他们先前竟颇多怠慢 这就是赵子龙 先前砸二小姐的 就是他 这么个修为 能打败问世圣子 陆域颇多侍卫和丫鬟 远远见了便窃窃私语 平时先有出门 听过了赵子龙的事迹 今日是头回见真人 别说 长得还挺俊朗的 老祖从未邀请过小辈 赵子龙是第一个 这是要招为上门女婿 你快点 江雨林催促一声 你家好多宝贝啊 赵云边走边看 上一回走得太着急了 没来得及仔细瞅 如今在一桥 藏着颇多玄奥 如东方 光红闪烁 定有一宝 如西方 奥妙仙音响彻 搞不好有一处悟道的先帝 除此 还有奇花一草 走哪都能嗅到芬芳 仙气甚浓郁 正看时 龙渊剑又轻颤 更准确说 是剑上的钝甲天字再颤 他感知到了同类 这附近有钝甲天字 我能不能去那边转转 赵云摇指了一方 待会儿再转 江雨林伸手去转 却一手抓空了 某个自觉的人才 已朝那去了 难得感知到 机会千载难逢 哪能不去瞧瞧 若是能买 价钱自是好商量 顿甲天字可遇不可求 你莫乱走 江雨林追了上来 赵公子腿脚贼麻溜 凭着感知找了过去 这一座小园 他才缓缓定身 探着头往黎愁 这是我姐的住处 江雨林追得气喘吁吁 来都来了 我得拜会一番 赵云这一话 说的是一本正经 也一如记 网得自觉 一步踏入小园 入目 便见江雨柔在月下舞剑 哎 见赵云和江雨林 他不由一愣 看赵云时 他是少了一抹高傲与淡漠 多了一分甜静与柔和 这么个旷式奇才 打败了问世圣子 仅此一点 就值得他另眼相看 再瞧某人 说好的来拜会 可自他入了小园 那脑袋瓜 便如波浪谷似的 左右的环看 确定顿甲天字 就在这座小园 他此刻正极进锁定位置 三五顺后 他才看向一座阁楼 该是江雨柔的闺房 没错 顿甲天字就在其中 但 他找个啥理由进去呢 毕竟 女子的闺房可不能乱进 有耗子 机智如他 当场扎唬了一声 许是这一嗓子来的太突兀 惊得江雨林和江雨柔 都心里一个灯 但反应过来 某人已踹门入 逢到这个时候 这祸的眼神就贼好使 一眼望进女子闺房 在第一时间 锁定了房中那张床 是由白玉雕刻 泛着迷离的光泽 也飘逸着女子芳香 那颗顿甲天字 就刻在那张床下面 还好 赵云松了一口气 是床还好说 能硬着头皮 问人卖不卖 若是江雨柔的内衣 他还真不好意思开口 敢在这瞎扯淡 他今日怕是走不出江家府邸 哪有耗子 江雨柔追了进来 江雨柔则神色奇怪 这小子 怎一惊一乍的 我与这张床 甚是有缘 赵云雨众心肠道 你是想搂着我解睡吗 江雨柔狠狠瞪了一眼 别闹 我不是这意思 不是这意思 就说人话 这床 卖不卖 赵子龙 你有病吧 不等江雨柔开口 便见江雨柔插腰 那双美丽的大眼 还有一朵雪亮的火苗绽放 闯女子闺房就算了 还张口 就买我姐的床 卖给你 我姐睡了 睡你床上 我就问问 赵云一声甘笑 道友若是喜欢 搬搬走便好 江雨柔神态略显尴尬 今日的赵子龙 何止一惊一乍 逆天急的妖孽 行为都这般的怪异 但 为了大家都 不尴尬 这张床她得卖 妹妹不安事事 也口无遮拦 鬼晓得还会说出啥话 主人发话 赵公子乃会客气 她真把床给人搬走了 你 江雨柔真被气到了 小脸通红 我不白要 赵云将化仙真人的悟到心得 塞给了江雨柔 她已踏硬了很多份 送人一步也没啥 这可是好东西 老之前了 你给我站住 我用完再还回来 赵云跑了 江雨柔在后玩命的追 房中的江雨柔 则尴尬的不能再尴尬 好好的一座府邸 因赵云和江雨柔 鸡飞斗跳 挺好 不少老辈见了 都笑着捋了胡须 乍一看 那俩小家伙真是欢喜冤家 赵云和江雨柔在现身 已是一片鲜雾 阴晕的竹林 云气朦胧的深处 掩映几棵老树 由一女子正坐于树下看书 正是江雨柔的奶奶了 南天人称雨花仙 真人如其名 目在月光下 她周身多虚幻花瓣飘飞 也多雨雾缭绕 独有如梦似幻的皎洁 奶奶 江雨柔蹦蹦跳跳而来 颇是亲密 赵云有些失态 因着雨花仙 跟玉景真如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许是离开凡间太久太久了 不自觉地将这位老前辈 当做了故乡人 干嘛总盯着我奶奶看 江雨柔以仙光拍了一下赵云 赵云这才晃过了神 忙慌上前 拱手俯身 见过前辈 真是后生可畏 真不愧两口子 雨花仙的开场白 与江问天一样一样的 她笑得温柔 几百岁的人 看不出一丝老态 依旧风华绝代 自打赵云入这南天城 她还从未见过哪一个女子 能与之比风韵的 也难怪连南天真人 和华仙真人那等大佬 都倾慕于花仙 前辈 你可有拍华身入过凡间 赵云小声问道 为何这般问 雨花仙轻语一笑 不由多了一抹兴趣 晚辈 也拍华身入过凡间 见过一个与前辈一模一样的人 赵云又细经上身 正儿八经地胡说八道 无非就是套雨花仙的话 以你的修为 能奋出华身 雨花仙笑看赵云 晚辈有独门秘书 赵云此话说得语重心长 这也是忽悠 他如今的道行和境界 的确分不出华身 更别说派华身入凡间了 但他是个影帝 这么一个小场面 他早已准备好了说辞 那老身真低估小友了 雨花仙又一笑 至于华身 他并未多言语 他这不说 赵云也不好刨根问底 贸然打听前辈化身 是犯忌讳的 再不识去 就是没事找不自在了 既是做客 哪能没有晚宴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人 只与花仙 江问天 江雨玲 江雨柔 和江家当代家主江霄 以及其妻子念交 这么一个晚宴 整得赵云很不习惯 因为在场的老家伙 看他的眼神貌似都不再正常 小友可有取亲 江问天笑道 有 赵云笑了笑 没啥可以瞒 你有妻子 江霄和念交都一愣 有 还是这一次 赵公子又说了一遍 你真成亲了 我不能有媳妇吗 咋没听你说过 你也没问过我呀 晚宴貌似成了江雨玲和赵云的专场 其他人都被谅娜了 只他俩叽叽喳喳 不像是一对 倒更像是哥俩好 俨然不曾觉察 今夜是什么的饭局 用没心没肺形容他俩 此刻是最合适不过 赵云是个人才 哪能没媳妇呢 至于江雨玲 人是有理想的 立志要成为月神那样的女神明 成亲吗 谁爱嫁谁嫁 他指定不干 若非被硬逼 鬼才去比武招亲 不知何时 赵云才出江家 这么一场晚宴 江问天等人吃得很尴尬 都已准备好了说辞 要给江家招个好女婿 谁曾想赵子龙有媳妇 这就不怎么好开口了 强求不得 羽花仙轻语 倒是看得开 倒也对 江问天摇头一笑 而孙字有儿孙福 听说 你被打了 羽花仙笑看江问天 老夫今夜火气很大 江问天随手抱起了媳妇 等着吧 等他再造一个娃出来 第一个给那俩老家伙送喜帖 不行 指一个貌似不够 加把劲一年造一个 我特么的气死你们 今夜 是江问天最尴尬的一夜 他这啥都准备好了 却找不着媳妇了 羽花仙是在的 只不过闭关了 一百多年了 该收回化身了 他想看凡事的人间烟火 他也需要一段凡尘的感悟 来沉淀他心境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1104章 子府先诀 作者 六界三道 夜 喧闹的长街 赵云蒙着黑袍悄然走过 独在一箱 他是一个过客 蓝天的繁华 不是故乡的温暖 小圆 导弹鬼正盘膝树下 静静打坐 这不是导弹鬼的本尊 而是一道分身 本尊呢 赵云问道 有事先离去 他日再会 分身也指这一话 说完便消失不见 赵云有些猝不及防 突得走了真不习惯 收拾了思绪 他才搬出白玉床 以仙力包裹 许是年数太久 刻印其上的天字 极难淬炼 他前后足用了两三日 才将其练出来 随手刻入了龙渊 拿在手中看了又看 自是在窥看天字 他曾研究过 有些古字死记沉沉 有些古字 则带些许的灵性 自修五道 他一路所得的钝甲天字 大多都是凭此做的感应 至今都不知钝甲是何来历 只知很神秘 神秘到连月神都不知玄机 碰 正看时 小圆门被人踹开了 有代甲侍卫闯入 赵云对此 好似毫不意外 或者说 这一幕 他早有预料 你是赵子龙 领头的侍卫 拿着一幅画像 照着赵云比对了一番 是我 给吴拿下 我又不会跑 赵云为反抗 干脆连理由都没问 他这般的配合 让领头侍卫和一众小弟 都有点不习惯 平日 他们这些在城中拿人 哪个不是竭力挣扎 罪不计也有大骂几嗓子 这位倒好 连抓人的理由都不问 问有用 这会是赵云的回答 他心知肚明 魏弘一忍不住对他下手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想要理由 对方能给你找出一马车 随便一个都能把他锁了带走 问与不问都无甚区别 既是早有预料 他字也早有计较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他会让魏弘 好好长个记性 众侍卫颇自觉 施了不少封印 将赵云里里外外封了个通透 领头侍卫 还下了赵云的魔戒 来前少成主有交代 这颗戒指带回去 赵云很随意 魔戒基本上是空的 他的宝贝早在几日前 便已挪到永恒戒 再说魔戒 是有烙印和静止的 一般的人根本打不开 打开他之前 魏弘也不舍得将其毁坏 想从他这开游 对方怕是想得太美好 他被带 走了 在现身 已是城中大牢 牢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脏乱 就是牢房的那一根根铁栅栏 印着心灰泛幽光 再就是这里的气氛 如遮了层黑幕 让人很压抑 也无妨 他是见过大世面的 牢中关押的人不是一般的多 抬眼看过去 每个牢房都有人 从仙人到洞虚境皆有 除了老人还有孩子 不少人还趴在那喊冤枉 郭躁 牢中的狱卒 凶神恶煞 拎着皮鞭挨个抽 但治标不治本 没过一会儿 又是冤枉的丝毫 小贝 你因何被抓 旁边的牢房 传来了话语 赵云侧谋 能见一个苍木老人 浑身狼藉披头散发 看样子 已在这住了好些年了 锁他的镣铐都生锈了 一双老毛也浑浊不堪 该是经历的是多了 这老人比他囚犯都安静 坐在那一动不动 没什么 赵云一笑 来这里的 都是犯事的 左边那个 是杀人犯 右边那俩 是盗窃犯 对面那仨 是装逼犯 苍木老人 好似很了解这座大牢 挨个给赵云介绍 赵云环视了一圈 尤为关注对面的那三位 杀人犯他见过 盗窃犯也见过 装逼犯还是头回见 先借律法这般言明 装逼也抓 你瞅啥 对面牢房传来大骂 是应该抓 赵云一话说得语重心长 小友 你有酒吗 苍木老人声音颇沙哑 赵云偷摸从依凤夹层摸出了一道符咒 那是一道储物的符咒 先前被捉的时候 领头侍卫搜的不怎么仔细 乃至漏了这道储物符 其内放满了好酒 储物符被撕开 大片的酒壶摆满了大半牢房 多谢 苍木老人见了酒 似比见了青娘还亲 他该是有很久没喝酒了 一口气全给干了 前辈犯了何事 赵云又递来一壶 老夫是一个考古的 苍木老人一语深沉 赵公子听了 不由深吸了一口气 仙界的人说话就是有学问 盗墓的就说盗墓的 还整得这般清新脱俗 这货该是没少八人祖坟 他想到了兽医老道 那货也是个考古的行家 半壶酒下肚 赵 云盘歇而坐 即便被捉到牢里 也不忘悟到 静等魏弘过来找他聊 若所料不差 那司正拿着魔戒 搁那做研究呢 他猜得完全正确 魏弘大半夜的不睡觉 握着魔戒是看了又看 但就是打不开 魔戒材料特殊 其上的禁制更特殊 倒过了几个时辰 愣是开不了 这就很蛋疼了 明知有宝物 却拿不出来 有赵云一生轻疑 前一瞬 他又顿悟永恒界的一丝玄机 先前只有开启永恒界 才能望见那片空间 如今纵不开启 也能望见永恒界 不只能望见 还能随手从里面拿东西 若他愿意 自也能随手往里面丢东西 随身带空间 这可比储物带实用多了 美中不足的 他还是针对活物 放死物没啥 但活物根本进不去 当然 这是他的空间 他自有特权 可这特权有时间限制 时间到了 便会被扔出来 没办法 谁让他是一个半道出家的永恒仙体呢 若是正宗的永恒体 多半没有这等局限 定是完美无缺 不错 赵云心中一笑 继续参悟乾坤 他发现了有趣的是 他的永恒界在逐渐变大 虽然速度缓慢 但的确在变化 按他所想 多半是血脉复苏的缘故 永恒界才蜕变 他得感谢百年红尘 正是红尘之力 开启了血脉复苏的大门 小辈 再给老夫一壶酒 无传你一部秘法 独门绝技 苍木老人又道 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 吕胡须的动作 有模有样的 你先说 赵云灌了一口酒 你不信老夫 苍木老人一本正经道 不怎么信 赵云也实在 也是有啥说啥 经常八人祖坟 干的都是缺德事 口中能有多少实话 保不齐 就是骗他酒喝的 来 你过来 苍木老人勾了勾手 说得颇小声 赵云跟着凑到了墙角 只听苍木老人窃窃私语 说的是心法 并不完整 也只是心法的一小段 晦涩难懂 听得他是稀里糊涂的 你说的啥 赵云问道 此乃子府先决 修之可提前开子府 苍木老人又缕胡须 逼格还一不留神 渐入佳境了 老夫考古时 得自一座荒聩大坟 提前开子府 真的假的 老夫亲身誓言 绝不会有错 来前辈 喝酒 赵公子颇上道 又麻溜得过去一壶 酒 只要密法是真 莫说 请喝酒了 放点血又何妨 那可是提前开子府 还算懂事儿 苍木老人接过了酒壶 又说了那么一小段 赵云莫记在心 顺便分辨真伪 随手还在递美酒 这老家伙 不是一般的调皮啊 不给酒他都不带说的 喝一小口 就给卖个关子 还好 他有的是酒 苍木老人也还算讲信仪 只要给酒他就说 被关在这出不去 空之密法也没用 也难得逮住一个有存货的小辈 能换多少尽量换 两人恍似小偷 偷偷摸摸 没有侍卫跑来巡逻 这俩都格外的老实 带侍卫一步步走远 便又凑一块 他要他的酒 他传他的子府先爵 交易就是这么进行 时至半夜 两人才停了嘀咕 各取所需 赵云得了密法 苍木老人得了美酒 此刻正抱着酒壶喝的畅快 在这监狱里 有一口美酒 比那啥都酸爽 这都是憋的 这么多年 没人请他喝过酒 妙 感悟一番后 赵云心中惊叹 这老辈有点意思 传他的子府先爵 真有提前开子府的神效 也不知哪个人才开创的密法 的确另辟蹊径 纵先人静也能开子府 这趟没白来 没见卫红先得机缘 说卫红 卫红真就来了 简直 正悠哉喝酒的苍木老人 忙慌躲到了墙角 其他犯人 也都基本差不多 乃至本就造乱的监牢 因卫红到来 瞬间成死计 好似兜知这货的手段 这若惹他不开心 会是生不如死 子龙道友 别来无恙 卫红无视他人 只笑看赵云 老实说 我不怎么再见你 赵云只顾喝酒 并未看卫红 可我真太喜欢你了 卫红不在庄 露出了一抹森然的笑 哎这 就会说这句话 赵云稳得一逼 自然有事 卫红取了魔戒 打开其静置 那是我的宝贝 可不能让你拿了 赵云悠悠道 你很不老实 卫红悠笑 寄出了鲜光 打入了赵云体内 这是与咒印相配合的 代复苏了咒印 有一种疼痛 会是撕心裂肺的 赵云哀嚎的画面 并未呈现 倒是卫红 不由闷哼了一声 他的一声惨叫 是发自灵魂的痛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105章 谁这般大胆 作者 六界三道 疼不 赵云笑看卫红 你 卫红灯的一步后退 大口的咳血 内饰体破后 才知问题出在哪 是那三滴永恒先体的本源血 先前被融入了体内 如今净化成了三道咒印 如似烙印 已刻在了他原神里 此乃永天连生咒 以血脉为根 以本源为气 我有多疼痛 便十倍返还给你 赵云也是有意思 就处在铁栅栏 给卫红做解释 传说中的礼尚往来 就是这么个意思 让你压得在阴我 这小子 真牛逼啊 赵云的话虽轻微 但周测牢房的犯人 个个都听得清清楚楚 正应听得清楚 才对这小仙刮目相看 真太尿性了 竟敢算计卫红 连旁边的仓木老人 都不免唏嘘咋舌 原来这是人才啊 破 卫红一步没站稳 又一次咳学 众侍卫都聚了过来 上前将他掺住 给我下咒 你以为我不知 用一块赝品的酒星玄铁糊弄我 你以为我认不出 赵公子还在说 悠闲的喝酒 也是悠闲的看戏 卫红那道仙光造出的疼痛 于他而言 貌似与脑痒痒没啥区别 连断体之痛都撑过来了 这些都是小儿科 但他所谓的小儿科 发作在卫红身上 那就是撕心裂肺的疼 更遑论是十倍的疼痛 开门 把他丢拉出来 卫红雷霆震怒 如似恶鬼 面目争鸣不堪 毛子也心红一片 从来都是他阿中算计别人 如今 竟被一个小仙算计 他如何能忍 令下 两侍卫忙慌上前 然 不等他们开门 便见赵云开了护体天罡 而且天罡之中 还容了掩天舞爵 被他强行演出了洞虚境的威势 瞬间破自身封印 轰 破 上前的两侍卫 都被撞翻了出去 同样被撞翻的还有卫红 因为根本就没防备 当场横飞出去 卫等落下 赵云便如鬼魅般凌声 废话一句不多说 抬手一掌镇压 啊 魏红丝毫咆哮 欲冲破封禁 奈何赵公子更快 自永恒戒取了几百道符咒 接高阶封印符 早在几日之前便已备好了 是专门给魏红准备的 给其封的死死的 这戒指 还是我戴着合适 赵云一个轻服手 夺回了自己的魔戒 顺便 他还用了偷仙术 将魏红身上的宝物 拿来的干干净净 他还算给魏红留了一点脸面的 不然 这身衣上 也会给他扒下来 赵子龙 你该死 魏红咬牙切齿 赵云是个性情中人 就听不得别人在他这扎呼 随手一巴掌 打得清脆响亮 魏红那张俊朗的脸庞 都给人对歪了 看着都疼痛 少城主 不想他死 便老实点 赵云以本源之力 画了一柄杀剑 横在了魏红的肩头 这好使 在场侍卫 无论是悬仙还是洞虚净 都不敢轻举妄动 伤了少城主 城主是会发飙的 只怪变故太快 快得让人措手不及 莫说悬仙净 连在场的洞虚净 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震惊 他们骇然 这小仙 是咋冲破封印的 牛逼啊 犯人都趴在了铁栅栏前 那个唏嘘折舌 这会儿 就连那三个装逼犯 乔赵云的眼神 都满含崇拜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心甘情愿被捉 竟在城中大牢 挟持了南天的少城主 这得多大的魄力 这得多缜密的心思 还有 这个小仙人 怎的这么强 那么多封印说 冲开就冲开了 快 通知城主 不少侍卫记了符咒 如一道道光 直插天宵 城中有太多人都仰了头 看向了大牢的方向 有人截囚 谁这么大胆啊 经一声议论声响彻街道 人引如一条条的溪流 聚向了大牢 都想瞧瞧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敢在南天城截囚 对方不怕死 他们到时 恰见一人出大牢 世人见了都一脸的惊愣 那特么是赵子龙吧 是他在劫囚 他挟持的那人 是南天少城主吗 这是啥个桥段 究竟发生了什么 没人给答案 也没人知原委 但这无法无天的一幕 却让所有人都心产 这可是南天城啊 硬闯大牢就罢了 竟还挟车魏弘 这个小仙人 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给本尊为了大牢 报赫生响彻 一个莽袍中年 血卷煞气而来 他便是南天城的城主 魏弘的父亲 魏长颜 不止他来了 还有大票城中侍卫 以及他城主府的诸多强者 洞虚静一抓一大把 还有一两尊太虚静 这只是表面 鬼小的暗中 还藏了多少大神通者 将城中的大牢 唯 乱个水泄不通 赵子龙 你好大的胆 魏长颜报赫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赵云一语平平淡淡 他是一无既往的吻 如今这一幕 也在他预料中 挟持魏弘 也是他诸多计划的一部分 这可是个保命牌 有他在手 谁人敢乱来 最不济 他还有永恒界藏匿 再不行就开个天结耍一耍 放了吻 前辈当我傻吗 放了他 我死得更快 那你以为 你今夜走得了 魏长颜冷哼 大不了同归于尽 赵云淡道 当场撕下了魏弘一条手臂 这事他常干 某些个局面 某些个人 不见底儿 写他都不老实的 你 方不方便开星空阵 赵云一语打断了魏长颜的话 这才是他的目的 拿魏弘在手 要挟城主开星空阵 他有使命在身 可不行被困在这 更不能出城 城外有更多人堵着他 他只星空阵一条路 都是被逼的 子龙小友 莫乱来 南天真人敢来 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 语之一道的 还有华仙真人 也被这吓了一跳 厚道的江问天 同样是一脸猛逼 走时还好好的 咋就闯了大牢呢 还挟持了魏弘 晚辈也不想如此 是他先算计我的 赵云淡淡一声 手中的本元剑 更具杀伐之意 他的话先有人质疑 魏弘的秉性 全城人都知道 是很绝色 且异常很辣 这么些年 惨死他手中的人 没有一千也有七八百了 谁让他有个城主老爹呢 说他他算计赵子龙 十有八九是真的 不然 赵子龙也不会这般大动干戈 谁没事找刺激啊 有话好好说 花花老道也在场 让我走 自会放了他 赵云冷冷一声 你找死 魏长颜杀一顿线 很厌恶被人威胁 破 又是一道泄光 魏弘另一条胳膊也被泄了 惨叫声甚是凄厉 画面也颇血腥 倒抽冷气生成一片 都知道魏弘很辣 不成想啊 这小仙更加冷酷 我俩命相怜 我死他灭 赵云无太多话 只这寥寥一语 这一句话就够了 自是说给魏长颜听 你压得可千万看好了 若有不轨之人把我秒了 你家的宝贝儿子 也会跟着我一块下地狱 别说 这话好使 魏长颜真就怕了 实则生变 他可不想儿子死 开阵 城主的命令颇具威严 现场也很默契地让开了一条路 是眼见赵云带着魏弘走过的 没人阻拦 这局面也没人敢上前阻拦 更加没人敢暗中偷袭赵子龙 看城主的脸色 已是猙獰到了最下人 敢出手 必会遭雷霆绝杀 长街两侧 人影如潮 宽敞的大道给赵云让出 还好 大牢距城中心不是太远 最主要的是 赵公子腿脚麻溜 斜持着魏弘 还身形如金红 身后跟着乌泱泱的人影 有看大戏的 也有钉梢的 场面好不热闹 城中心 星空阵已开启 赵云带着魏弘走上了祭坛 就立在大镇边缘 真如一尊君王 俯瞰着下方 这么多人 这么多强者 愣是没有一个 敢轻举妄动 放人 魏长颜一声怒吓 已压不住杀鸡了 里面那位 出来 赵云没看魏长颜 瞥了一眼星空阵 知道里面藏着人 且是一尊太虚静 目的也明显 在阵中等着阴塌 他 虽藏得很隐秘 也难逃他天眼窥看 小爷我出门是带着脑子的 嗡 星空阵真走出了一人 赵云看得不假 的确是一尊太虚静 且看得眼神还很奇怪 这小子的感知力很恐怖啊 他堂堂太虚静 竟被小仙人捉住了气息 嘖嘖嘖 台下人也颇多唏嘘 魏长颜玩得挺高啊 竟派人在阵中等着赵子龙 只可惜啊 被赵子龙识破了 也得亏识破了 这若待会儿入了阵 不被捉才怪 放人 魏长颜面目凶宁 又一次报和 赵云是有职业道德的 退入了星空阵 一脚给魏弘踹了出去 且用得力道贼凶猛 声声踹断了魏弘的根基 仅听声响都格外酸爽 拿走 两老者一左一右追了进去 他们皆太虚静 并非追杀赵云 是要封禁 他们都有着资本 自认能一击封印小仙人 不会给其自裁的机会 要知道赵子龙的命 是与少城主的命相连的 不能绝杀 他们也只能用封禁 带桌回来 剩下的都好说 后面还有章节 要晚一点 大家的留言 我忙完会尽快回复 多谢支持和鼓励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106章 仙人巅峰 作者 六界三道 Soul 空间通道中 赵云顿的如一道金芒 自修五道以来 这是他第一次进这等传颂阵 真个光怪陆离 很是玄奥 也不知是哪个大神通者 在两颗古星搭建了空间的通道 Soul Soul 身后 两太虚敬老者紧追不放 他俩后面 还有一大票的老家伙 洞虚敬居多 不乏太虚敬 并非都是城主府的 也有其他势力的人 譬如赵云的老冤家问世宗 这般玩命的追个有计较 那可是永恒仙体 浑身上下都是宝 风 第一老者冷斥 隔空打出了风镜 第二老者不分先后 出手便是封印大树 赵云看都未看 天眼顺身轻松闭过 看得两太虚老者皆惊异 这个小仙人用了什么秘法 竟还能空间跳远 这是他们未曾料到的 想让魏弘与我陪葬吗 赵云冷冷道 是正儿八经的恐吓 此话极具威慑 至少于两老者而言 都颇有顾忌 对方若自裁 魏弘可不就得陪葬吗 是他们低估了仙人 本以为一击将其能封禁 不成想 竟被那小子避过了 玄傲的空间跳跃 让他们猝不及防 别让他跑了 给老夫抓活的 两个太虚老者有愁愁 身后的追杀者们 可就没这个顾忌了 呼啦啦的一大片 撵得空间通道 都一阵阵晃荡 南天少城主的死活 他们毫不在乎 只要永恒仙体 即便捉不住 也不能让你跑了 赵子龙太妖念 放他活着 迟早是祸害 将其扼杀摇篮 很有必要 灭我 赵云心中冷笑 他还有底牌没出呢 身后又有抱贺 乃一个诸如老人 气息比南天真人 还更隐晦 乃货真价实的太虚敬 施密法成一只庞大而乌黑的手 朝赵云抓来 我钝 赵云显之又显得避过抓捕 未等喘口气 便见一个紫袍青年便追至 别看是青年形态 实则是一个老家伙 多半服用过永保青春的丹药 粘手一道紫色气 乘一道冰冷无皮的剑气 这不是要抓人 这特么 是杀人的招数 还未完 追过来的不止紫袍青年 还有不少老家伙 清一色的太虚敬 也是在这一瞬间 打出了绝灭功法 他们得不到的 谁也别想得到 哄 哄咚咚 那片空间通道 瞬间被功法笼罩了 刀芒见光 掌印全影 铺天盖地 未灭一个小仙人 这么多太虚敬集体出手 着实的疯 刺 铺 金色 泄光乍现 但后来强追到此处时 已不见赵子龙 只剩一片金色的血污 许是紫袍青年剑威 和剑衣太强 连飘飞的血气 都化成了一片飞灰 该死 而等竟杀了他 城主府强者的脸色都异常冰冷 这帮老家伙 也未免太狠了点 灭一个赵子龙不要紧 他们家的少城主 也是要跟着赵子龙陪葬的 失误 下手重了 仲态虚敬深吸一口气 个个都是戏精 明明是奔着杀人来的 偏偏此刻摆出了一副自责的神态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是失手错杀 事实上 赵云没有死 在被命中的前一瞬 他便躲入了永恒界 至于那片金色血光 自视他故意为之 不掩的像点 不见点血 那骗得过老家伙们 如今躲在永恒界 的确很安全 在场这么多强者 竟没人察觉 我让你追 赵云谋中寒芒乍现 引爆了永天连声咒 此咒或许要不了魏弘的命 但也够那祸喝一壶了 加之先前 他踹断了魏弘的根基 更是伤上佳伤 不躺个一年半载 别想着下床 南天城 祭坛下聚满了人影 不少老辈还凑到了星空阵前 探着头往黎瞅 奈何眼界太低 空间通道又光怪陆离 也或者距离太远 以他们道行都看不清虚实 但结局貌似不难猜 那么多 强者追杀赵子龙 怕是凶多吉少了 活儿 魏长颜在嘶喊 先例翻滚 瞧他的宝贝儿子 已是浑身血灵 根基崩断 元神也遭重创 正徘徊在生死的边缘 他正用本源为疗伤 急尽挽救着孩儿的性命 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瞧见着血腥的一幕 世人的心中 都默得跳出了这么一句话 南天少城主可不是个好鸟 仗着后台硬 平日没少在城中耀武扬威 暗地里不知残害了多少人 是该遭报应了 再让你干缺的事儿 星空阵中有大票人走出 世人的眼神都是求知的目光 赵子龙呢 没有人给答案 未见赵子龙便是答案 嗯 城主府的众强者都颇疑惑 赵子龙死了未红 为何还活着 我等都被忽悠了 众老辈相互对视一眼 很显然 他们都被忽悠了 自始至终都没有什么生命相连 分明是赵子龙为了自保 故意扯出来的说辞 先前在场无一人察觉 无所谓了 反正赵子龙已死 有人欢喜 字也有人愁 南天真人一声叹 这么个好苗子咋就葬灭了呢 同样叹息的 还有江问天和华仙真人 老实说 他们看那个小仙人 还是很顺眼的 赵云 天宗长教 与华仙姗姗来迟了 他的男女指他自个听得见 没错 他就是玉锦的本尊 闭关中已收回了他在凡界的化身 也得了化身记忆 而记忆最犹新的 也指两个人 一为般若一为赵云 其一是他化身在凡世间的徒儿 另一个便是杀他化身徒儿的人 原来 赵子龙来自凡间 他竟闯过了红尘路 可这是史上第一尊红尘仙 竟葬灭了 他凡间的亲友若知道 不知该有多伤心 许是化身缘故 牵扰了他心神 也不免隐隐作痛 快 再快一点 这边 赵云在空间通道中速如惊鸿 玩命地奔向对面尽头 这场大逃亡 一切都在他预料中 唯一的变数 便是这座星空阵了 要知道 南天城那边 若是关闭了星空阵 空间通道也会消散的 也便是说 他会被空间强行扔出去 留给的时间并不多 真是怕啥他来啥 但见通道翁的一颤 完了 他就被扔出了空间 再现身已是星空 一步没咋站稳 险些一头灾纳 因星空阵的闭合 他还挨了空间裂缝 浑身接雪鹤 待站稳 他才横看四方 若目所见 皆深邃浩瀚的星空 他拿了望远镜 急进眺望 他是从空间通道中 跌到这里来的 而空间通道 是连接北斗星和北极星 算算路程 应该快到北极星了 果然 在他穷尽目离望看下 能隐约望见一小点星灰 如米粒之光 若所料不差 那就是北极星 因为距离太远 所以才显得无比渺小 接下来的路 他需要靠角力飞行了 谋足劲的话 最多十天半 各月便能到北极星 他机关算尽 终是逃出了南天城 虽然和预计的有些偏差 但剩下的只时间问题 赵云吃了颗丹药 直奔了南方 期间 他默念了学来的子府先爵 此法颇其异 一周天运转下来 通体热气腾腾 特别是丹海 如一团烈焰在燃烧 且他丹海在逐渐变大 鲜力与血脉力交织飞舞 有谢 赵云眸光璀璨 继续运转 这下 他丹海中的动静更大 竟有电闪雷鸣 竟有光与倾洒 还有古老异象演化其中 天雷颇活跃 来回地飞窜 龙渊也不安分 在他丹海活蹦乱跳 偷摸还会劈天雷一剑 惹得天雷漫天骂娘 蜕变 很是缓慢 这也需要时间的 赵云等得起 飞行的三五日间 他一刻不停歇地运转 此刻再看 丹海已足够庞大 就像是一个膨胀到极致的皮球 颇有炸开的架势 这感觉可不咋好 撞得筋骨心脉都一阵剧烈疼痛 给我开 赵云心中一刺 又一次运转子府先爵 其后便是碎裂声响 他的丹海真就炸开了 炸成了混沌一片 恍若天地初开 有仙气上升 演化天穷 也有仙力沉淀 变成大地 不 不 因开子府 他修为有精进 短短的几瞬间 竟是一路杀到了仙人最巅峰 自远处去看他 貌似已不再是一个人 而是一团烈焰 有雷电撕裂 比星光更耀眼 连他自个都措手不及 在开子府之际 竟还有这等造化 再看子府 还在演变中 他足了两三日 才慢慢演化成了一个小世界 能见星辰点缀 能见月亮高悬 还有一轮耀眼的太阳 高悬虚无 绽放着万道光芒 整个子府都鲜力充沛 比先前磅礴太多 浑身上下都力量充斥 成了 赵云满目惊喜 额头汗水直流 为了开这座子府 他这几日 真就玩了命了 子府的确不同于丹海 容量更为庞大 能储存的仙力也更多 能调动的力量吗 字也更磅礴 这个门小世界 会伴着修为的提升 演化成一方大世界 这也是 与悟道沾边的 至于最终的模样 还是要看对道的参悟 而这条路 也是一条逆天的征途 So 人逢喜 试惊神爽 赵云飞行的速度 都比先前快了不少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107章 光头老汉 作者 六界三道 星空 浩瀚无垠 赵云如一粒沙尘 穿行昏暗中 北极星的那点光 便是他的终点 他依旧没闲着 一路都在内视子府 这是他体内的小世界 生灵之气 异常澎湃 哄 正看时 突见前方 一道空间大裂缝 赵云下意识看去 是眼见一个血灵的人 从裂缝中跌出来的 也不知是遭了太多空间割裂 还是被人捶得太惨 浑身上下都是血 碰 星空被砸得一阵轰鸣 有恐怖的气韵蔓延 赵云都遭了波及 被撞得横翻出去 道飞中 才见那是个光头老汉 手中还拎着一把 赠光瓦亮的金剑 狂英杰 你TM的有病吧 光头老汉的大骂 响彻了这片星空 许是他用力太猛了 也许是伤得太重了 一口老血喷得霸气侧漏 空间变动 赵云心中一语 这事儿 他在凡间撞过 见好几回 那光头老汉 多半就是从很远的地方 被挪到了这片星空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那光头老汉很强 看气韵英式洞虚净 至于第几重看不怎么清楚 总之 那或不好惹 走为上策 赵云绕开了那片星空 飙出了巅峰的速度 走出很远 还能听闻 光头老汉 哥那撒泼骂娘 他不敢懈怠 一路狂飙了三日 此刻再去望看 北极星比原先大了不少 嗡 身后 突闻剑的嗡鸣声 赵云回眸 能见一把庞大的飞剑 有一人盘坐在上面 仔细一瞅 可不正是先前的光头老汉吗 多半也是头一次来这片星域 拿着地图 一路左瞅右看 似是在辨认方向 老汉速度奇快 眨眼便到这片星空 如光红一般 从赵云深侧滑过 还随眸朝着 瞟了一眼 没啥的表情变化 刚飞过 这老汉又拐了回来 上下扫亮赵云 目光最后落在了赵云的下腹 这是个小仙人吧 为麻会有子斧 许是好奇 他一个扶手 把赵云拽到了飞剑上 如看猴似的看赵云 时而还伸手 捏捏赵云的小胳膊小腿 天赋一柄 骨骼惊奇 是个修炼的好苗子 他在看 赵云也在看 先前距离远 莫怎么看透彻 此番一瞧 这货貌似不是人羞 本体该是一头龙 血统不是很强 该是龙族一脉的螃蟹分支 有趣 光头老汉摸了摸下巴 前辈 你不会要打劫我吧 赵云一脸人畜无害 你也得有宝贝 让我打劫 光头老汉深吸一口气 早已看得通透 这小仙身上 除了身上这件衣裳 貌似再无其他 他行走星空这么多年 还是头回见这么穷的仙 整得他都想赏这货几百仙石了 老实说 晚辈刚被打劫过 赵云一旦细经附体 那就是一门正经的胡说八道了 他有宝贝 他的宝贝都在永恒界放着呢 当然 这老汉硬要打劫他的话 他只能去永恒界凉快凉快了 一个小仙人来星空溜达 活该被打劫 光头老汉拎了酒壶 咕咚一阵猛贯 赵公子没打算跑 坐得安安稳稳 瞧着老汉去的方向 正是北极星 他就搭个顺风车 因为这把飞剑 速度真的很快 如何开得子府 半壶九下肚 光头老汉才又问道 我生下来就有 赵云早已准备好了说辞 老汉摸了下巴 眸光闪烁 你是天族的人 我也忘了 赵云揉了揉眉心 把失忆的状态 演得唯妙唯俏 至于天族 他听都没听过 但瞧着老汉的表情 便知是一脉恐怖的传承 老汉还在看 看样子 还想给赵云放点血 前辈 你可听过大罗仙宗 赵云盲 荒岔开话题 略有耳闻 老汉捋了捋胡须 在哪一片心域 赵云盲慌问道 洪荒仙域 仙域 那是一片大陆 老汉盘了腿 相传 那是一颗洪荒级的古星 炸裂之后 演变成了一片大陆 比仙界最大的星域 还要大上几圈 咕咚 赵云听了一阵咽口水 悬门天书有记载 只有天地初开始的星辰 才可成洪荒级 一颗古星演化的大陆 竟比仙界最大的星域 还要大 他能想象洪荒仙域 有多浩瀚 那可是修士的圣地 古老的传承 一抓一大把 老汉还在说 你口中的大罗先宗 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听人说 早在几百年前 便已没落了 超级大派中 他属垫底的 洪荒仙域 距此远不远 赵云小声问道 比你的理想还远 光头老汉一话说的语重心长 此比喻打得着实形象 在赵云听来 那不是一般的遥远 这边 光头老汉不知 从哪找了一个小人 还有毛笔 在旗上写了狂音节 三字 而后 这货便拿了一根银针 对着小人一阵猛戳 一边戳还一边骂 让你揍我 让你揍我 赵云看了扯嘴角 好歹是个老前辈 这会儿咋这般小儿科 如个泼妇在骂街 而且越骂越来劲 不难想象 这老汉被打毛了 北极星 终是到了 这颗古星 比北斗星还大 呆 不等进北极星 便闻一声渣唬 莫说赵云 连光头老汉都被惊得一击灵 抬眸看时 才见前方星空 多出了三个人来 皆是莽袍老者 皆是洞虚径 皆手提一把血剑 而且 那撒海长得一模一样 并非分身 那撒该是孪生三兄弟 打劫 第一老者抱贺 连行话 都懒得说了 反了你们了 光头老汉大骂 随手拎出了金剑 赵云也起了身 随便从永恒界 拎出一把仙刀 看得光头老汉一阵挑眉 这货的刀是从哪来的 先前看过 身上没有储物袋啊 老二 与我收拾那光头 老三 弄死那个小仙人 对面三老者 已然杀了过来 无需去问 便知杀人越货这等事 他们经常干 且分工明确 小子 自求多福 光头老汉留下一语 迎面杀了过去 不愧是龙族庞系 的确很强 一剑批翻了第一老者 翻手一掌 打得第二老者 蹬蹬后退 第三老者 则直奔赵云而来 赵公子就鬼机灵了 撒腿就跑 小小仙人 拿走 第三老者宁笑 一手隔空抓来 回应他的 则是赵云的护体天罡 正开了大手 哎呀 第三老者的眉毛 挑得老高 这么个小仙 有些倒横吗 so 短暂的一瞬 赵云已逃离这片星空 正面硬干的话 他还真不是第三老者的对手 不过嘛 他有底牌 待会儿杀你压的一个回马枪 你跑得了 第三老者笑得森然 自后紧追不放 一边追一边打 赵云则一边追一边逃 如一道金光 窜入了北极星 一头扎入了一片山 零 哄 第三老者随后便道 撒了一片符咒 封进了这片天地 顿走的赵云 顿绝一股束缚力 如尽了尼泽 举步为奸 跑 怎的不跑了 第三老者降临 露了两排森白的牙齿 赵云真就不跑了 如个木桩 板板整整地处在那 逢到此时 他的演技都格外精湛 脸上写满了惊恐 干账是需要脑子的 不让对方放松警惕 他如何绝地反杀呢 他演得太好 第三老者真就没防备 想想也是 一个小仙能翻起多大的浪 赵云依旧不动 在酝酿大招 第三老者一走到镜前 阴森一笑 放心 爷爷给你个痛快 痛快你妹 赵云一声骂 顺开绝境 也是顺开护体天罡 天罡之中加持掩天舞爵 又演出洞虚威势 强行震开了束缚 第三老者猝不及防 都被震得一步后退 同一瞬 赵云元神剑出体 迎面劈了个板正 嗯 第三老者闷哼 元神一阵刺痛 未及他反应 赵云又开了光明声 给人俩眼晃得一抹黑 给我下来吧 赵云紧握仙刀 砍下了对方头颅 这些 都是一瞬间完成的 第三老者何时被打得措手不及 那简直一脸猛逼了 这特么的一个小仙人 怎又如此强大战力 你该死 第三老者雷霆震怒 瞬间元神出体 眉心有一尊铜颅飞了出来 该是他的本命气 嗡的一声颤 荧光闪闪 震塌了一座山峰 滚 赵云一记霸刀劈天斩 斩翻了铜炉 这 也是第三老者始料未及的 动虚级的本命法器 即便威力还未完全复苏 也不能被打得这般干脆吧 竟被一个小仙人一刀劈翻 连带他这个主人 也一并遭反噬 这感觉 就像是被踢了小弟弟 不过 他乃动虚静 底蕴自是雄厚 所以元神状态 一样气势汹涌 死吧 他一指 幽光如金芒 锁定了赵云眉心 赵云无事 一个顺身绝杀避过 把第三老者的元神头颅 也给砍了下来 只剩无头的元神体 摇摇欲坠 炸成了一片鲜光 死的那叫个郁闷 他这尊动虚静 是被一个小仙灭了吗 下回出门看黄历 赵云动作麻溜 收了对方除戴 转身消失不见 第四章 今天没了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108章 黄花菜凉了 作者 六界三道 赵云在现身 已是一座山洞 待不下遮掩静置 他才取了战利品 不愧是洞虚静 第三老者的财物 果是有够丰富 干多了杀人越货的勾当 存货自是不少 瞧着储物袋中 仅先时就有几十万 除此 还有秘卷 兵器 丹药 符咒 也不在少数 辛辛苦苦几十年 全给他做了嫁衣 老大 今夜挺凉快的 逢此刻 龙渊就格外活跃 不经召唤 自个跑了出来 绕着赵云转来转去 身为主人 赵云哪能不知这货的心思 谁让他干了一票大的呢 这么多兵器 材质都很不凡 特别是第三老者的本命器 那可是鲜铁铸造 慢慢吃 赵云俯首 全赏给了龙渊 龙渊黑黑一笑 自是不客气 一件件兵器 被他劈得稀碎 兵器的精脆 皆被吞噬 能不能吃饱暂且不论 这绝对是一场饕餐盛宴 老大 我也饿了 天雷也窜了出来 也如龙渊绕着赵云溜达 主要这把剑推欠揍 吞这么多兵器 臂战力大增 挨垂的还是他 所以 他也得来点养料才行 就譬如 天结 再等几日 赵云一笑 说到天结 他貌似 有点压不住了 要知道 他此刻已是仙人巅峰 进阶仙人的天结还没渡 说出去怕是没人性 这若一步留神而进阶悬先 岂不是要一块 渡两个天结 月神若在 定会唏嘘 这等事也是史无前例的 不过想想也对 这或是一个异类 走的本就不是寻常路 后半夜 他才顿出山洞 一步登陵虚空 寂静眺望 四面八方皆有硝烟汹涌 仔细聆听 还有轰鸣与嘶吼喊杀声 很显然 战争还在持续 诸多传承还在火拼 战火多半燃遍了整个北极星 待收谋 他才翻出了一张地图 是从第三老者的储物袋翻出来的 仔细比对一下地形山势 他才确定了位置 直奔了最近的古城 临走前 他还朝星空看了一眼 不晓得光头老汉如何了 在他看来 应该无大碍 纵是站不过第一和第二老者 光头老汉定也能安全脱身 事实上 被追着跑的是那俩打劫者 光头老汉是个人物 拎着沙箭满星空的追杀 三日后 赵云在一座古城前定身 自外看 古城残破不堪 多处城墙坍塌 且还染着未曾干涸的鲜血 定也遭了战火 来来往往的虽是仙 但咋看都像是难民 半数以上都有伤 城中一片狼藉 相比南天城的繁华 这里简直破败一片 没有人摆摊 街侧的店铺也空荡荡 空气中还飘着血雾 一眼望过去 南建一座完整的房舍 还有各大府邸 也颇多崩坏 一城如此 其他古城多半也一样 鬼晓得这场战火因何而起 又鬼晓得要打多久 哎 正走时 赵云默的定身 望向了街道一侧 这有一座店铺 完好无损 还在正常做买卖 处在狼藉又废墟的古城 显得格格不入 天格 赵云看了一眼牌匾 抬脚走了进去 这也是一间小杂货铺 货架上摆放的物件 零零散散 且蒙满了灰尘 该是许久未打扫 也或许久未有人光顾 生意才这般萧条 再看店铺老板 是个白发青年 正坐在柜台前翻阅古卷 但赵云看得出 这可不是个青年 绝对是个老家伙 且修为高深 定吃过永保青春的丹药 他开始明白 为何这个小杂货铺 能在战火中安然无恙 定是忌惮这青年 不敢进来捣乱 也或许 这青年背后 有一个强大的后台 乃至一般的势力 都不敢轻易招惹 前辈 你这可有雷电麦 赵云扯了的话题 白发青年 瞥了一眼赵云 又收谋继续翻阅古卷 外来的吧 是 赵云呵呵一笑 没有雷电 白发青年 是个尖末的主 一话说的不咸不淡 那前辈可知 有长明灯的王家 在哪座古城 赵云小声问道 买情报 是要拿钱的 白发青年淡淡一声 这话一出 赵云瞬间明了 又下意识扫量了一眼店铺 原来 这特么不是杂货铺 而是一个专卖情报的地方 难怪货架上的物品 摆的是零零散散 且大多蒙着灰尘 原是挂羊头卖狗肉 多少钱 赵云不废话 又看白发青年 一万 白发青年悠悠一语 赵云倒也干脆 随手拿了储物袋 贵是贵了点 情报靠谱就行 此去西行八万里赤龙城 白发青年给 那答案 多谢 赵云当即转身 对此情报 他毫不怀疑 开门做生意吗 自是信以为本 若卖假情报 这个店铺 怕是早被四方势力端了 望着赵云远去的背影 白发青年眸光深邃了一分 这小子明明是仙人静 如何开的子府 天族的人 还有 这小仙的气血 不是一般的精纯 定是一脉特殊血统 至于是哪一脉血统 他看不出 看不出就对了 永恒仙体可不是一般血脉 是自带遮掩的 除非赵云路本源或者对方道横极高 否则根本看不出 当然 这期间还有月神的功劳 月神传的遮掩之法 还是很玄傲的 这边 赵云你登天去 八万里的距离 于他而言不算太远 假之他心绪激动 速度更是飙到了极致 若这是凡界 他还能飙得更快 奈何仙界乾坤与凡间不同 天地压力颇强 在某种意义上 会极大拖慢速度 时间 悄然流逝 夜幕在降临之际 他望见一座浩大的古城 但却是硝烟冲天 整座古城都蒙着一层血色 纵是极不愿意见到 可他却不得不承认 赤龙城也遭了战争荼毒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长明登怕有变故 此城 也是混乱一片 说是废墟也不为过 赵云素如惊鸿 当街拦了一人 是个玄仙境的老者 怕是要出城逃难 形态颇狼狈 走得也颇匆忙 无论从哪看 都像是个小偷 你有病吧 拦我作甚 玄仙老者破口便骂 哪个是王家府邸 赵云当场塞过来五百仙石 见了前 这老家伙顿得喜笑颜开 随手弹出了一道紫色仙光 朝一方飞去 寓意自然也明显 跟着老夫这道仙光 你便能寻到王家 掃 赵云身如鬼魅 如影随形 然 仙光停留之地 却是一片废墟 能见一块刻有王府二字的牌匾 扮演在碎石之下 其上 还沾着一片辛红的鲜血 赵云脸色惨白一分 不祥的预感 终是应验了 王家还真就出了变故 府邸都被夷为平地 这是被人灭足了 那长明灯呢 也被凶手掳走了 是他来得太晚 这特么的黄花菜都凉了 不 他还有机会 王家或许还有人生还 找 到便好 即便是被灭足了 他还能去找灭王家的人 长明灯或许就在那人手中 只要还在 无论天涯海角 他都会找到 拿走 正看时 突闻一声抱贺 赵云思绪被惊醒 下意识策谋 入目 便见一道燃血的倩影 是一个轻衣女子 该是正被人追杀 一手捂着淌血玉间 正朝这方逃来 赵云一瞬神色正正 一个名字鬼斧神差的脱口出 龙龙飞 没错 那轻衣女子与龙飞 生得一模一样 巧合 化身 同样的问题 他又在心中问了一遍 So 短暂的几个瞬间 轻衣女子已到 如风一般 从他身侧飞过 追杀他的 乃一黑一白两老者 皆以重动虚净 一人提着血剑 一人拎着仙刀 如两道惊鸿 自他头顶掠过 直追轻衣女子 席卷的煞气 撞得他一步没站稳 是龙飞本尊吗 赵云南语 也跟着追了上去 虽然 这个可能性很小 可他 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为何说可能性很小 只因那轻衣女子 是一个悬仙 一般而言 悬仙是分不出化身的 但也并非绝对 世界很大 奇妙之事很多 奇妙之人字也不少 保不齐 就有那么些个出类拔萃者 能在悬仙境 奋出化身 相比这些 他更相信自己的感觉 因为轻衣女子的那双美眸 让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熟悉感 正因这个感觉 他才笃定 那是龙飞的本尊 闪开 黑白两老者的抱贺 一路响彻 没人挡到 都很默契地退到了一侧 对追杀这等事儿 毫不奇怪 自北极星掀起战火 自各大势力火兵 每天都有人死 就是可惜了这位仙子 今夜怕是要踏上黄泉路了 受了这么重的伤 又被两个洞虚径追杀 必死无疑 瘦 轻衣女子燃烧了寿命 极尽加持速度 她的确伤得很重 脸颊苍白 气血颇消沉 最要命的是原神的伤 那是一道森然的沟壑 她战力本不弱 之所以这般惨 是追杀她的人太多 入城前 她还拼死了一尊洞虚径 为此 她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正如世人所见 不出意外的话 她今夜必死无疑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一千一百零九章 再造辉煌 作者 六界三道 轰 碰 赤龙城外的山林 轰鸣声一片 是追杀青衣女子的黑白两老者 一边追一边打 青衣女子逃的头也不回 逃还有活命机会 回身大战 死死无生 你跑不了 黑衣老者宁笑 捏手一道乌黑气 乘一道剑气 刺破长空 轰衣女子 轰衣女子豁得转身 横剑在前 强行调动本源先力 竭力格挡 棒 金属碰撞声随之响起 剑气被挡下 可青衣女子却横翻了出去 镇压 白衣老者沙至 寄了一口铜钟 从天照下 铜钟气势辉煌 微压磅礴 还未真正落下 大地便已崩裂 铺 青衣女子定身 不等站稳便吐了血 临天下的铜钟更是雪上加霜 压得她气血溃败 跑 怎就不跑了 又是黑衣老者 隔空一手抓了过来 青衣女子欲动 奈何有心无力 眸子黯淡不堪 然 就在此时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落地砰的一声响 自是赵公子了 玩命追了一路 终是赶上了 英雄救美的姿势 格外的霸气侧漏 一拳汉天刚猛霸裂 轰翻了黑衣老者 变故来得太快 莫说青衣女子 连黑白两老者都措手不及 没反应过来就对了 赵公子出手 特别是英雄救美这等事 从来都是干脆利落 在一拳轰翻黑袍老者的瞬间 又开了顺身绝杀 真 破 人到见到 见到人头落地 黑袍老者那个一脸猛逼 都还没站稳呢 脑袋瓜子就被人泄了 连带他原神也一并被绝灭 到了 都不知谁把他秒了 顺身 白衣老者神色大变 但 见对方是个小仙人时 他又顿得来了底气 在第一时间 给身体裹了一层厚厚的护体鲜力 除此 还有一道白色的守护仙光 隆目了全身 连本命法器也一并召回 护住了本命元神 反应不慢吗 赵云顺开绝境 一道披天斩从天砍下 白衣老者冷笑 体外有虚幻同中浮现 罩住了体魄 哐荡 赵云一箭虽强 却如披在了钢板上 非但未能伤到白衣老者 还被震得臂骨炸裂 搞奇袭 他是一个行家 但若是正面硬干的话 他还差点倒横 这个老家伙的防御 不是一般的强悍 好仙宗的事 你也敢管 找死 白衣老者如鬼魅般凌身 一剑刺向赵云头颅 赵云获得定身 强开护体天罡 还在天罡外 容了神龙百尾 两种秘法威力叠加 强行破了对方剑威 连带白衣老者 也被震翻出去 虽未伤到 可谋中颇多震惊色 这个小仙人 怎会这么强 还有 这金发状态 和血脉异象 瞅着咋这般面熟来 永恒仙体 不远处的轻衣女子 则神色惊异 绝不会有错 那绝对是永恒仙体 血脉异象 骗不了人 这一脉 不是绝技了吗 竟还有传承在世 且在他最无助时救了他 大罗天守 赵云一鹤铿锵 一掌从天盖落 白衣老者瞬间收神 又呈开了虚幻的铜钟 还是棒的一声响 赵云未破开大钟 反被震得大口咳血 洞虚竟也分强弱 洞虚竟也有出类拔萃者 很显然 他今日撞见了一尊贼能打 也贼能抗得住 早知如此 先前的一记顺身绝杀 他就该瞄准这位 两次攻阀 竟都破不开防御 凤 白发老者冷斥 祭出了本命气 厚重的铜钟 迎面撞翻了赵云 如一口大锅 将赵云罩在了里面 大钟嗡嗡直颤 能见其表面 有密纹流转 封印之力和绝灭之力 交织纵横 给我开 赵云一拳轰出 尴尬的是 他没能轰开 拳头还被震成了血污 其后的一剑 融了五匹剑威 却也只在铜钟上 擦出一撮火光 好恐怖的密纹 赵云心中一语 强悍的不是这口铜钟 而是刻于其上的纹路 是一种古老的阵纹 无论是剑意还是权威 都是被这等阵纹卸掉的 啊 赵云一声惨叫 化成了一片血光 这时故意为之 他顿入了永恒界 顺便还造了个假象 他演的太真 真给白衣老者糊弄过去了 随手将铜钟收回了 在他看来 那小仙人已被碾灭 他的本命法器 威力还是很可怕的 自觉小仙已灭 他侧眸 看向了轻衣女子 轻衣女子则脸颊惨白 连累了一人 还是难逃一死 小美人儿 老夫会好好疼惜你的 白衣老者幽笑 森白牙齿静漏 眸中还有淫晦之光闪射 笑着笑着 他就不笑了 因为身后有一栋 或者说 身后多了一人 谁 他豁得转身 迎面 便见一轮璀璨的太阳 哦不对 应该是赵公子的光明声 配合他的逼格 真个光芒万道 每一道光 都如一柄利剑 饶势洞虚静 都被晃得俩眼一抹黑 我 真 龙渊和天雷强势出击 挡住了铜钟 没有铜钟护体 白衣老者防御大减 这是一个好机会 赵公子哪能放过了 一道天灭元神剑出体 破了白衣老者的护体先例 和守护之光 硬生生地将其元神 斩出了肉身 这 轻衣女子欲口微章 难以置信 白衣老者的铜钟有多霸道 他早已见识过了 仙人被困其中 必死无疑 可这个小仙人 是如何活下来的 永恒仙体这般的恐怖 他震惊 白衣老者同样震惊 一个大活人平白无故消失 又平白无故地现身 这小子是什么怪胎 羞得这又是什么诡诀的秘法 没人给他答案 他的命数到头了 被赵云一剑披灭了元神 白衣老者比黑袍老者死得还郁闷 前者是被绝杀 那是措手不及 才被一剑秒了 他这位是正面应战的 还是被诛灭了 我 主人身死 那口瞳中 也瞬间施了威力 赵公子强势出手 以大神通 将其封禁镇压 至此 山林才堕入平静 赵云落地 随之散了绝境状态 又灭两尊洞虚静 他的战绩更加辉煌 多谢道友搭救 轻衣女子拱手一礼 若非这人出手 他怕是早已命丧黄泉了 你 是否往凡界派过化身 赵云目不挟视 化身 轻衣女子一脸茫然 不知赵云为何这般问 不是吗 赵云心中一语 也不由皱了眉头 他看得出 轻衣女子并未撒谎 可不应该啊 这个女子的 谋她分明看着很熟悉 有那么几分神韵 是像急了龙飞的 怎么可能没有关系 事实证明 身边带一个万事通 还是很有必要的 若秀儿还在的话 定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世间有轮回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1110章 先演 作者 六界三道 夜 山林 篝火通明 轻衣女子坐于火盘 静心疗伤 赵云自也在 一次次的上下扫量 轻衣女子 这不是龙飞本尊 可那种熟悉之感 又是从何而来 是岁月太久 还是她太想念龙飞 才在不自觉间 将面前这个女子 当作了她 西年的故人 还有一种可能 轮回 月神曾言 世间许有轮回 虽然这事很玄乎 但她无条件相信 若面前这女子是龙飞转世 那就说得通了 不久 轻衣女子开眸 见赵云还在看她 浑身上下都不自然 因为这人看她的眼神 不怎么正常 她能从对方眼中 看到悲与痛 除此 便是一种难掩的沧桑 这个青年 一路该是经历过很多事 闲着也是闲着 请仙子听一曲 赵云笑道 收了酒壶 随手取了实情 好情 轻衣女子见之 心中不免诧异 这实情很是不凡 通体透着一股无上的意韵 永恒仙体果是来历神秘 竟有如此鲜物 正 赵云已拨动了琴弦 谈的是醒世仙曲 她可不是在卖弄情迹 而是想通过醒世之音 来试探青衣女子 倘若 她真是龙飞的转世 听了醒世曲 或许能复苏她前生记忆 病急乱投医 总要试一试 万一真成了呢 好声美妙的曲子 轻衣女子难语 好似在听一段故事 听得她心神一瞬瞬恍惚 在不经意的几个瞬间 还多看了赵云几眼 弹琴的人 究竟是怎样一种心境 才能弹出这样的曲目 她在看 赵云也在看 醒世之音 四目相对 两人都默然有一种熟悉之感 我叫赵子龙 赵云一笑 琴音未停 夜兰 青衣女子笑了笑 也自报了明慧 敢问仙子方玲 问女子 年纪虽是一种忌讳 但赵云还是问了 恰逢今日生辰 不多不少 白载有二 夜兰未隐瞒 一百零二岁 赵云心神一颤 算算年月 龙飞葬灭至今 也不多不少 正好一百零二年 时间 是对得上的 这让她更加坚信 面前这女子 就是龙飞的转世 可她听了醒世曲 为何没反应 甚至连一丝异样都没 难不成 醒世曲对轮回之人无效 莫的 琴音停了 走 赵云拂袖收实情 地 一个起身 她嗅到了不少恐怖气息 正朝这方而来 夜兰四野有察觉 忙慌跟上 两人一左一右 消失在了夜色里 他们走后没多久 三五人影便降在了这片山林 接蒙着黑袍 都在环看四周 眼神奇怪 先前分明听到了弹琴声 人跑哪去了 这边 赵云和夜兰已滑天过 确定身后无人追 两人才松了心神 北极星 因何起战火 赵云随口问了一句 是为争夺一把先王剑 夜兰深吸了一口气 先王剑 几月前 南野之地风云色变 有光红冲销 有剑银声响彻 后才得知 是一把先王兵出世 也便是那先王剑 造出了浩大异象 惊动了诸多传承 为抢那把剑 各门派大打出手 各派附属势力也被卷了进来 这才掀起了席卷整个北极的大混战 原来如此 赵云听了瞬间明了 看样子 北极星的势力 比他想象中更加错综复杂 相互之间 必也恩怨已久 先王兵出世 不过是导火索 被各方当作开战的理由 赤龙城的王家 你可知道 赵云又问 自是知晓 与我叶家还颇有渊源 叶兰一声轻语 王家可还有人在世 被灭了族 无意生还 可知哪方势力灭的 赵云忙慌问道 该是黑山老魔 圣火殿的老祖之一 叶兰缓缓道 赵云眸中闪烁了金光 也皱了眉 既是黑山老魔覆灭的王家 那王家长明灯 多半就在黑山老魔手中 能做一脉老祖 绝非一般人 至少是一尊太虚静 想从对方手中拿到长明灯 怕是难如登天 他又翻了地图 仔细地查看 地图上有圣火殿标记 但据此不是一般的遥远 但无论多远 他都会走一遭 若能用钱买 若能用宝贝换 他不介意花个大价钱 嗯 正走时 他又闻几股隐晦之气 该是两个老家伙 街洞须巅峰修为 那是我家的长辈 不等赵云开盾 便闻夜兰一笑 话落便闻呼唤声 的确是两个洞虚老家伙 一个白发老人 另一人身穿紫袍 如两道鲜红火急火燎而来 兰儿 你跑哪 去了 半道迷了路 夜兰干咳一声 没事便好 俩老头说着 看向了赵云 他名赵子龙 夜兰开口介绍 是他救了我 小有搭救之恩 莫齿难忘 两老头忙慌道谢 老眸中 却闪烁深邃之光 这小仙可不简单 该是特殊血脉 气血甚是精纯 还有 这小子明明只是一个仙人静 是如何将丹海蜕变子府的 举手之劳 赵云一笑 有意思的小家伙 俩老头捋着胡须 还有上下看赵云 这应该是个妖孽 紧着血脉就很不俗 生灵生命气不是一般的旺盛 这下 换赵公子 浑身不自然了 他貌似是个猴儿 走哪都有看猴儿的老家伙 可 夜兰咳嗽了一声 白发老人这才收了谋 且先回家族 紫袍老者不由一笑 记了一口巨剑 赵云见了 不由眼发亮 这巨剑的材质 是鲜铁啊 金光璀璨的 看见的亦云 应是这老者的本命气 拿出去砍人的话 应该很好使 正 巨剑一飞冲天 赵云自也跟着的 出来北极 得找个地儿落脚 最主要的是 夜兰身份还没搞明白 还得请她听几首曲子 保不齐就恢复记忆了 前提是 夜兰真是龙飞的转世之身 她依旧坚信 世间有轮回 小有师叔和门啊 紫袍老者微笑 师尊不让说 赵公子又整得神神秘秘 她家月神的名号 不能乱说 仙剑狠人太多 今日说了 搞不好明天就会被请去喝茶 至于在哪喝 至于怎么喝 就全看月神老相好的心情了 她未言明 两老者也不好多问 最上道的是夜兰 对赵云血脉一事只字不提 这是逆天血统 救命恩人浑身上下都是宝 难免被不轨之人盯上 越少人知道越好 爷爷如何了 夜兰问道 原神遭了重创 白发老人一声叹息 那先王剑 无人之气踪迹 该死的战争还要打多久 夜兰也叹息 一路所见接战火 太多古城被夷为平地 太多的家族成一片废墟 大好山和满目疮夷 说停就停 这一夜 不少隐士大佬出山 联合调停 各门派也都给面子 真就止住了战火 延续几月的战 争 终是映着晨曦之光落下了帷幕 但所有人都知 战争还会再次掀起 这便是残酷的世道 第三日 巨剑再落入一座古城 赵云一眼望看 此城比南天城还要大一圈 奈何战火无情 半个城池都坍塌了 有一缕缕血雾飘飞 他们进来时 城中的各族 都在敢攻修弃府邸 经战火洗礼 续一段岁月修养生息 相比其他 夜家府邸还算好的 倒是府中人 大多都有伤 还好战争结束了 真要再打下去 无人能独善其身 先前在赤隆城所见的王氏一族 便是血灵的例子 先在此处下 夜兰将赵云领到了一座小园 便匆匆离去 小园掩映在竹林中 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赵云盘坐在了老树下 取了一众战利品 诛灭的两尊洞虚敬 的确富有 又是一笔财富 他收了其他锦流兵器 特别是那口铜钟 他是格外青睐 可研究了大半夜 也为参透其上的密纹 嗡 龙渊窜了出来 又是一顿超级大餐 赵云未闲着 闭谋专注子斧 自开体内小世界 已有十几日 如今再去看 已演化得更加完整 生灵气澎湃 本源先例肆意翻滚 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能将这座子斧 打造成一片真正的大事件 后半夜 他才起身 目着璀璨星辉 他立于月下看星空 也是借月光滋养他天眼 月神当年 传的天眼神通 他每日都在运转 这只天眼 他已养了百年 如今 天眼真正到了涅槃的边缘 他心无外物 天眼神通运到极致 用星辉淬炼 用月光滋养 将天眼本源集进沉淀 便如锻炼兵器那般 一次又一次的断烧天眼 使他整个眼眶 都充斥熊熊烈焰 乍一看便如一轮小太阳 托 他心中乍然一刺 而后便见他左眸光芒绽放 天眼本源包括同力 都在这一瞬 蜕变成了仙集 涅槃成了一只仙眼 有奥妙的意欲 于眼眶中演化 成了 他脸了所有光 天眼既修成了仙眼 此刻眼界自也蜕变 此刻再看大千世界 都比原先清晰活性了不少 便如身侧的这棵老树 以这只仙眼推眼 恍似能一眼 望见他出发嫩芽的状态 那便是最初的本源 有事耽搁 今天一张 本张完 变成了再来 这棵老树 靠您看 如果您赞 着哪里 那一张 才能摆一种 怪貌 你 得不再問